木子 公司总部的李总先来挖墙脚 你帮我想办法阻止他 就我们公司那几个臭鱼烂虾 挖走也不心疼啊 万一都被挖走了 以后的张合 内合全会交给你 我也只有你背 他们都给我提出手续 我保证不让他们被挖走 李总大家光临 随便挑 随便选 这位小伙子工作能力挺强的嘛 打字这么快 李总 你不回头 你看他这凶狠的表情 他就是在打字马看护 客户都敢挖 并不说说他 哎 小刘 打这么久的字你不休息一下 不打目的 绝不休息 这次我一定要征服客户 你看吧 说不动他吧 超级狠独的一个人 马总几个次想看出他 都被他发生去闪了 真是个特殊的三女 马总 你会下私家车钥匙 这么热的天 还坚持带客户去私家 真惊心啊 他哪是去私家 这位员工每天都占用工作时间 开着公司的车 去跑网约车 正外快 小徐 今天能不能别跑了 不行 今天事情太好了 很多客户排得对呢 我看你这么一致齿的样子 完全不把公司放在眼里 看来我来错地方了 营店就没有拿到 出手的员工 其实我是这里的萧冠 那你愿意去走的发展吗 李总 我是萧冠 完全是马总领导流方 他为人谦虚 把他调去走 不一定能把整个团队都带成精英 美女 今天没跟老公一起来看车啊 我今天是来卖车的 你们这儿不是也在搞回收二手车吗 我家里闲着的车太多了 卖几辆折 现在到莹花街买包吧 我老公可不知道 老婆 老婆 你怎么来了 你 你为什么在这儿 我是来这儿看新次的了 你呢 你该不会是 渣男 你看看你做什么好事 他跑到我们这儿就做尖子 做尖子 我每个月给你那么多零花钱 你为什么还要做尖子啊 混蛋 还不是因为你天天买车 他就想分担你的经济压力 自己辛苦打工的零花钱 全部存下来留给你坏鸟 老婆 你太好了 看你这么漂亮 为什么来这儿做尖子啊 简直是大财小用 爆点天物 他来这里工作 是为了拿到员工内部购车架 所以舍弃到他八小姐的身份 赵活累活都自己干 这里面的辛酸有谁用到 哎呦呦呦呦呦 宝贝 别哭别哭别哭 微乎我的错啊 姐妹 这种只愿意给自己花钱的自私男人 等着他不知道 我们这里有很多要求帅哥 公共介绍给你 老婆 你不要听他乱说 这件事是我错了 我不应该误会你的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做尖子了 驴花钱我会加倍给你拿车我一级买 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 家里还有二十多辆车 拿去卖这儿补给你的驴花钱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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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小朋友 哎呀不要乱找东西 这是我们的波动用吗 你怎么怎么弄爆了 你说我们的小时候有没有道德呀 怎么听不小孩呀 姐 你两个小孩在我们这乱炸东西呀 小孩能炸出什么花样 顾客就是上帝 你没看见你把我们家宝宝弄哭了吗 快给我们家宝宝道歉 要不要投诉你 就是 连小孩子都要欺负 你还是不是忍了 难怪连车都卖不出去 姐 别在这铺地方看车了 去我们隔壁新能源看看 有个宝贝可以在我们这儿省一边玩 同样是销售 差距长这么大呢 我们走 那边请 你什么意思啊 当着我的面穿我客户啊 我好想帮你支开熊家长和熊孩子 你还真要输 那请吧 我去把他们叫回来 我错了 这次是我没反应过的 我欠你一个人情 姐 请喝茶 你不带我去看车吗 不用看了 待会直接买吧 不看怎么买 完了 把你丢了 滚 炸 响应公司关会员工政策 要给最困难的员工 增获补助2000块钱 说说你们真实情况 他敢随机困难一些 马上 我太惨了 你看 我家附近都是高楼大厂 唯独我家还是专华平房 每年雨季外面下大雨 一年下小 家里潮湿 搞得我年纪轻轻就有了老汗 太惨了 快拿到这个钱去买药吧 骗子 马总 虽然他住在壮瓦平房 但你放他仔细看看这个字 这个低头有这个字 简直是你一字牵引啊 好你个天儿的 男嘴谎言混蛋 哎呀 马总 我每天都吃完任的丈夫 验不下去送拿白菜水梗下去 这两千块钱 能改善我印钱的果实啊 快拿去打牙击吧 别忘了 我心里把鬼 马总你看 魔里面夹的都是暴雨海鲜 白水明明就是茅台 海天不太有 一包包都破了你 哎 都没有我惨啊 我家住在荒山野里 我不仅没钱买交通工具 连坐公交和地铁的钱都拿不出来 每天上班都要翻身一泳 挖到游泳 还要平步整十多公里 你就吹吧你 怎么证明啊你 你看我这健庶的肌肉 这就是我每天上班 用电脑这么打最好的证明 这么幸福她每天坚持在上班 感动 这个钱你拿去买两天的 就得去吧 她每天翻山越岭快和游泳 确实不讲 但她却不是唯有来上班 而是唯有锻炼身体去参加比赛 你们看她的柜子 全是她参加铁人赛项获得的金牌 每块都是24K纯金 随便卖一块都够吃几个月了 她哪里困难了 不是 我们不拿这个钱难道你拿吗 你愿意消灌还想要不见什么 为什么是消灌 还不是因为家庭困难被迫营业吗 你们以为我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 你这样奔波劳累吗 你就不跟她撤了 还是我最困难 还是我最困难 我最困难 我算是她明白了 全公司最穷的就是我了 你们平时说我抠门 你能以为我真的想那么抠吗 还不是因为我穷 这个钱我就自己揣着了 洗洗碎吧 莫子大家都吵着我要掉岗位 无心工作你快帮我想象办法 你给他们吊动不就行了吗 他们都吊走的话 你这个小组统不去被一下空楼猫 走 说说吧 你想调动到哪个岗位 都说我太拥有了 去上男子气概 所以我想调到一个 出版阳刚之气的岗位 你是要被抓进去吗 别理他 公司确实有一个 只有男人的部门 马上给你调动 谢谢莫子 谢谢莫子 我终于能出版男人位 你想调到什么岗位 我收购马总的播剧了 我也想调到一个 可以随便播剧别人的岗位去 我是拉动人吗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 马上进调动岗位 天当有论 我早上可以去 不认不认 你在想什么呢 想调到海边军座 沐浴阳光 玩着海水 古典军友 十分清廉 马上 我帮你安抚了他们 我却成了光杆司令 我能不能也调个岗 看你帮我的份上 我今天满足你 你先调了啊 我要求不高 只想当个废物 可以吗 我们的公司有这个岗位吗 这不是吗 牧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叫我牧主 小马 我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下属 还不赶快去干活 走 哥 你这是干嘛 我被你骗得这么惨 你好好说我干嘛 现在你死定了 去婚生局 哥 有话好好说嘛 我是哪里得罪你的 上头发 你不是这些快乐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上次我都说 你四万块钱的事情 被你知道了 原来我真的被你骗过 走 你可偷玩我去换钱 哈哈 上当了吧 愚人皆快啊 就算你骗我也无所谓 十万块钱就是渣渣 多有的是钱 小子 听到了吧 她瞒着你藏这么多私房钱 关我什么事啊 这种低级玩笑怎么骗得了我 我老婆就算真的来了 我也不怕 听到了吧 她根本就不怕你 还在演 还在演 我就告诉你 我有二十万的私房钱 你告诉她 大人出来打我啊 打我啊 哟 下了血本啊 做了一个这么真的人的罪名剧 扯都扯不下来 你妈是你生日 我无数上去 美女 已经套出大家私房钱了 按照约定跟我去刷卡买车吧 好 完了 赶快 巴黎 嗯 怎么刷不了 是卡销瓷吗 好像要去银行激活一下 那先刷我的吧 反正两张卡里面的钱都是我的 是卡销瓷吗 我那年轻的家伙 没有出买新车 我后来买辆车 和我穿都好 让你来附近给她买 你家购了吗 这辆车是免费的 那我要买你吗 怎么可能免费 为什么免费送你呀 这是了中文是整自过百万 这个是大不不利啊 还剩两个名哦 很贵吧 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